华山基金会安排县内201位服务的长辈们 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中 走出户外来进行秋游活动 来到长皮湖旁的根堡休闲农场 在农场主人陈坤的引领之下 走入了有机农园 认识有机农作以及栽种过程 比较费精神就对 再来这些东西叫教堡来就对 我们的水质一定要最好的 减严一定要喝酒 土在减严 里面不可以有冬金色 不可以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吃下去都人得去 我最近你收这些菜贵水你知道吗 菜贵水收起来 土里面金不挠起来 里面有毒就都很容易挠起来 如果没毒那就是赞的 所以我们就洗起来的锅 油气的就是一个好处 洗起来的汗汁 整整的菜 在土里面金不挠起来的东西 清洗的就是清洗的 我们吃到安全 另外还有体验芋圆的制作 动动手一起来搓芋圆 以达到延缓身心功能老化的效果 也从此早期记忆 阿公阿嬷们个个都乐在其中 自己做要弄 要油 蒜头 要下去扒 大包好弄上大包好才会发现 盘子做 他的料要多了 像这样的东西 咬牌咬牌 有的食股奶 想吃 可以做一些东西 看一些東西 讓他們的心情 讓他們可以見到快樂 尤其你有收這個餚子 其實收餚子來說 他本身他手會轉動 手會轉動來說 不只是一個储物以外 也是對我們的收這個健康 這個頂端 外端這個包含 也有一個很大的幫忙 我們都非常鼓勵這些長輩呢 多走出戶外 多接觸新的事物 來延緩身心靈的 延緩身心靈退化的功能這樣子 那我們在農場呢 我們帶領了這些長輩 來做一個手作DIY育園偶遺 然後還有地瓜園的活動 那因為呢 地瓜對於長輩農村時代 可能物質比較匱乏 那他們可能是吃到怕了 那今天呢 大家相聚在一起 做這個快樂的地瓜園 那對於他們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樣 華山基金會 宜蘭區自民國96年成立在地服務 屆滿12年 累積服務有1928位的弱勢長者 提供了免費到宅服務 而這次透過秋遊活動 促進長輩們社會參與 及身心健康 共創美好的回憶 而華山基金會也誠摯邀請各界來響應 支持愛老人的長期認住計劃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採訪報導